在环境優雅的七獨鐵道公園內 一群熱愛跳舞追求健康的美魔女 隨著音樂節拍跟著老師編排的舞步 扭腰百臀舞出健康 由於機動室即將在今年進入超高齡社會 要如何長保健康就非常重要 機動室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看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因此商請專業舞蹈老師Penny來教舞 那今天會發新 就是說成立這個社區廣場舞 主要是因為 也要謝謝我們的Penny老師 她是育養舞蹈的Penny老師 她的發新 她也發現到說 因為應該現在隨著高齡化的社會來臨 那發現到說 我們現在的社會已經沒有什麼老人了 發現都是一些資深美魔女 那也希望說大家能夠越跳越年輕 那因為這個跳舞可以讓我們心情欲越 因為有這個音樂的一個襯托嘛 那我們就是在跳舞的當下 你會發現到說自己心情變得美美的 變得很開心 那Penny老師這一次教我們的舞蹈 是針對這個最流行的寒舞 包括這個聽說這個全世界各地 包括大陸啊日本啊都非常流行這個寒舞 所以這個寒舞大家跳起來都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快樂 也發現大家都變得很年輕 所以秀玉在這邊就是 就是鼓勵我們基隆的鄉親 包括我們七祖鄉親 其實可以走入社區 跳跳舞聽聽音樂 你會發現你的心情變美美的 而且你會變得更年輕 楊秀玉表示從七月份開始 每個禮拜一下午三點到四點之間 安排專業舞蹈老師Penny到鐵道公園 教跳舞 不分男女老少 歡迎大家一起來跳舞 維持身心健康 我會就是準備寒風的舞蹈 然後就是融合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年齡 不管男女老少 老少型都是可以參加的 然後我每個禮拜我都會準備一首 就是寒風的舞蹈歌曲 然後會用短短的把動作簡單化 然後交給大家 為了就是讓大家跳的身體健康 又變美麗又可以變瘦 就是這樣子 在副議長楊秀玉秀玉跳舞下 目前已經大約有20位美魔女 跟隨Penny老師的舞步 每週一下午時間一到 就會到鐵道公園陰陽處跳廣場舞 充分達成運動流汗健身的效果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 接頭